新北市洪福公秉持爱与关怀 认同华山基金会在地服务弱势孤老理念 31号举行点亮爱祝福仪式 为华山师能师至师医长辈祈福 市议员李宇翔也到场参加 并率先认购两盏光明灯 为弱势长者尽一份心力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因为华山基金会 长期以来从事我们的慈善事业 帮助这些长者 弱者 老者 洪福公有这个机会 我们提供了一千盏的光明灯 今天我们来到林口的洪福公 跟华山基金会一起来为孤老点灯 那其实这个活动最主要的意义 就是希望社会大众能够 针对孤老的相关的议题 来有所重视 非常感谢我们洪福公的主委这边 那我们就是他率先的 就是捐赠了一千盏的光明灯 那可以就是让我们就是民众来点灯 现场周昆臣主委为老宝贝们 点上一座光明灯祈福 消灾解恶 并逐一为长辈佩戴洪福公平安符 祈愿土地公保佑 也难门身体健康平安 期望用爱串联社会大众的力量 一同伸出双手帮助三师长辈 点亮孤老的黑暗角落 希望借助这个机会能够抛砖引玉 希望所有的相亲都能够认同这个善举 洪福公这边宇翔也认够了两盏灯 希望来为孤老点灯 让孤老能够有所依托 让孤老的生活能够被照顾到 希望说一盏灯六百块 那希望民众可以踊跃的就是来认住 然后把爱就是送给我们的长辈们 洪福公周主委表示 华山守护在地孤老不遗余力 需要各界伸出援手 邀请民众响应六百元点亮爱祝福 优厚峰宫点一盏光明灯 为孤老祈福 欢迎大家共襄盛举 记者呼吁圣领口采访报道